你这么乖巧伶俐 厨艺又好 东华就算是个老冰块 一定也抵不过你的乖巧伶俐 更抵不过你的厨艺 你就放心地去吧 我跟你小叔啊 做你的后盾 九天神女 谁没爱慕过东华帝君 敌君人冷心冷 你说小九此去 是福是活 是福是祸 是祸躲不过 你我就无需如此操心了 这不是我让小九 带给我二哥的簪子吗 怎么会在你这儿 我做的发簪 几乎都被你给收了 你要那么多你又不带 你有什么用啊 这个老凤华 你要向帝君报恩 九重天相传 帝君英雄救美的事 竟然是真的 此次可是救命之恩呢 我们青球一定是有恩必报的 所以 要不我作为一个仙儿 在帝君身边伺候他如何 这怎么行 那太荒唐了 那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呀 那不然司命你说说 我该如何帮到帝君 或者说他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 以帝君老人家的身份 也确实不需要谁在为他做什么了 这不就得了 可你是青秋未来的女君 这么做有失身份 这又何难 我只要不让人发现我是谁就好了嘛 你就帮我扮作小仙儿混进太成宫吧 再说 折颜上神她都答应我了 你看 我儿间的凤雨花都被她引去了 我怎么觉得你是早就安排妥当 就等着宽我入局了呢 那你到底是帮不帮我吗 就连折颜上神都帮我了 你还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是好朋友你就别这么逼我 好司命你就帮帮我吧 你只要让我扮作小仙儿 进入太成宫便好了 如果说 就连你这个掌管人事命运的 司命行君都不帮我 那谁还会帮我这只可怜 弱小与无助的小狐狸 此事非同小可 你让我再想想 司命行君 你也知道 我将来是要做清秋女君的人 如果让我爹地和娘亲知道 我曾知恩未报的话 我会是什么下场吗 什么下场啊 我会无颜面对我的呼呼嘶嘶 更别说要引领他们 在清秋幸福的生活了 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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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被逐出清秋 四处漂泊 司命行君 你忍心看到我这个样子吗 清秋最小最可爱的地基 变成潜无骨舍的小苦苦 司命行君 我再好好查查清秋的历历 看看是否还 好 我答应你 那你也答应我 只管报恩 其他的闲事莫要去管啊 谢谢司命行君成全 成功了 自己jam去 尔虎 tails 尔虎 去 尔虎 anos 不 sao